外国一项研究,通过的3000名受试者睡眠监测发现,小于10分钟的午睡作用不是很明显,但超过10分钟的午睡,就可以明显改善批发困倦,反应速度和警觉性也明显低高。 20到30分钟的午睡是最佳时间,补充大脑活力,对下午的工作状态有很大提升,大于等于30分钟的午睡,就会在醒来时出现警觉性,业织能力的下降,只是因为睡眠惯性的作用,持续一段时间才会恢复正常。 人体洋气生,降,沉,补的运行规律,是随着昼夜而变化的,因此顺时养生时作为顺应体内洋气运行规律来调整作息,包括昼夜规律,自信规律等,有研究收集了全国59位明老中医,7位为国一大师的个人养生经验总结,其中84%的明老中医,有午睡的习惯, 平均午睡开始时间是13点,可见大多数名老中医都赞同水子午觉,一,每天午睡,减少心脏病,与不午睡的人相比,午睡的人次于心脏病的可能性,会降低10%,二,每天午睡,对降压有帮助,研究表明,有午睡习惯的人,更不易患心脏病,还有助于降低血压。 三,每天午睡,补充精气神,享日周长夜短,人们睡得晚起得早,夜间得不到充足睡眠,午睡有益于补充体力,确实能提精气神。 四,每天午睡,保持脑活力,有研究发现与午睡的人相比,不午睡的人大脑各种功能都有所降低,大脑能力降低的程度是前者的,四倍到六倍,大概相当于大脑老化五,岁。 五,每天午睡,提升体力创造性,睡觉能将当时记忆转变为永久记忆,研究人员称,午睡能力转的知识能力的衰退。 在午睡的时候会有这几点注意事项,一,记过宝睡觉,过宝睡觉会影响未尝的消化功能,造成低位功能下降,还会影响睡眠的效率。 二,记潮湿出睡,午睡不能随便在走廊下,树荫下,草地上,特别是潮湿的地面上睡,风寒容易清晰机表,久而久之会形成风湿性关节炎。 三,记风口出睡,也不要再穿堂风或风口出午睡,因为人在睡眠中气温调集中枢功能解退,重者受凉感冒,轻着醒后身体不适。 四,记坐着睡,不少人由于调节限制,坐着或趴在桌边上睡午觉,长期形成坐着或趴着午休的习惯,质量级,容易导致颈肩腰腿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